- 明天真的要回去了- 明天是好日子- 連婚禮都不參加嗎- 不參加- 這麼好的朋友- 難道不能告訴他們真相嗎- 為什麼要把事情弄得誤會重重的- 大家不歡而散-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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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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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 我想了很久- 用這種激進訣戀的方式跟他們說再見- 只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一條路- 一帆很倔- 求同又降- 如果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 弄不好,明天他們婚也不舉行了- 那我不成了大罪人呢- 可是我們回去- 不曉得要碰到怎麼樣的訣定- 事 grieving- 別再報還那上-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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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世音会玩出什么花样 要是他在欺负你 我们连个呼唤的人都没有 一想到这里啊 我就害怕 妈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从今以后 我不许世音再对我们无礼 你能改变得了他吗 我一定改变得了他 妈 就算改变我整个命运 我也不许他再这样欺负我们了 万一 妈 好晚了 已经决定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讨论了好吗 我现在要去好好洗个澡 好好睡个觉 你也早点休息了 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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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啊 来来来来 一凡 哎呦 他还不想哪天来的规矩啦 说什么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不能跟我一起睡 所以要去找老鱼啊明天跟他们一起来迎亲 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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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再说什么话 你跟我一吵架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要生气啊 我早就生气了 可是 我们以前都没有像这一次吵得这么凶 哎 这就是我过来找你的原因啊 秋彤 我一直帮你当我另外一个女儿 女儿要嫁人了 我不能参加 心里的痛苦 你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 我又不能不顾虑到晚宜的立场跟决定 什么 她不让我说 我们就不要谈这件事 秋彤 我衡量过 毕竟 你跟依凡结婚是一件喜事 多一个我 少一个我 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晚宜不同 她要回去 她将面临的是一个无法预料的未来 我是她的母亲 我能够怎么样呢 我只有在默默的支持她 在保护她 我懂啊 我懂啊 说妈妈 我不会怪你啦 我只是 只是不晓得晚宜为什么一定要回家 我跟依凡只是去法院办一张结婚证书 一切通话跟以前一样不会有什么改变啊 她为什么要逃避我们呢 你 你看得出来 晚宜是在逃避你们 对啊 她今天晚上 说了很多绝情又绝意的话 听了就叫人生气啊 可是你仔细一想 她又不像晚宜平常的为人 要不是我赶着办明天的婚礼 我一定会把她抓来问个清楚啦 为什么她非要靠陈思京才能活得下去 这虽然不是全对 可是有一部分是事实 秋彤 你要原谅宋妈妈 真的不能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可是我可以向你透露一点 万一 她真的不能够离开世音 你 为什么拉我 因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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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臭妈妈 你快点告诉我啦 到底什么事啊 不差这一两天 迟早你会知道的 秋彤你答应我 明天你要安安心心去完成你的婚礼 你 结婚以后 千万别忘记我们 别忘记婉姨 也千万别计较她今天晚上跟你说的话 凡事 你都要念在你们过去的交情份上 千万不能忘记婉姨 知道吗 我不会忘记婉姨的啦 宋妈妈 我会记住你的交代的 好 明天 当亦凡来接你们的时候 她可能会不在 可能 她会不搭理你们 可是你别介意 你们只想到 到法院去办理公证 懂吗 你懂啊 要是一凡问呢 一切 都等到你们婚礼结束以后再说 到时候 你把我说的话 告诉一凡 你知道吗 那我回房了 我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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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娘子了 姐姐娘子好了没有 姐姐娘 秋冬 你看 哇 好漂亮 漂亮 万一跟宋妈在房间哪 不参加婚礼 难道连居到后的话也没有 不参加婚礼 随她去了 干什么啊 一凡 你要干什么了 一凡 婉姨 送吗 婉姨 恭喜你们 抱歉 昨天晚上我说错话了 我跟你说对不起 没关系了 我 我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 我跟秋冬 在外面等你 等你跟宋妈妈 我们一起到法院去 我和妈都不去法院了 宋妈妈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哦 秋冬 我们走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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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姨 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我的婚礼你真的不参加 从今以后 一凡才是你最重要的人 再会 治伊 exercises von 近vi 我们走啦 快点 小 snake 混蛋 恩 咱ni 来 来 来 去你 打死我 蔚未来 最近会障世界 出没那时候你也听 不过两次 不过两次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生活圆圆满满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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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好日子 好多人结婚呢 喂 我们可以走了吧 好 饭店好 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房间 你们可以先去让你休息 新娘子补补装 换换衣服 晚上可以参加宴会 你先带他们到饭店去 好 我带她先回家一趟 我马上过来 好好好 小心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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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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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